所謂333法則 我的原則就是 你如果在短中長期的表現 都在同類基金的前三分之一的話 你就可以去選擇它 那所謂短中長期怎麼去挑呢 我就是一三五年 一年期的績效 跟三年期的績效 還有五年期的績效 都在前三分之一 其實現在這個 你只要打開電腦網路上面 挑一挑就很容易挑出來了 這邊幫大家列出了幾個原則 第一個叫333法則 這是我自己的歸納333 什麼叫333 就是我相信大家買基金 最重要就是賺錢 賺錢就是看它的績效 現在其實網路很方便 大家都可以去網路上面 去找各個基金的績效 當然你找績效的時候 一定要找同類型 比如說我要找科技類的基金 我就科技類的基金找出來 你不能說科技類的基金 去跟生技基金 橘子跟橘子比 蘋果跟蘋果比 所以你要把同類型基金找出來 那怎麼找呢 所謂333法則 我的原則就是 你如果在短中長期的表現 都在同類基金的前三分之一的話 你就可以去選擇它 那所謂短中長期怎麼去挑呢 我就是135年 一年期的績效跟三年期的績效 還有五年期的績效 都在前三分之一 其實現在這個你只要打開電腦 網路上面挑一挑就很容易挑出來了 篩選條件中低就可以 那如果說三個條件都達到 那當然是最好 如果沒有的話 你至少要達到兩個條件 因為我們不知道到底 我們不是神嗎 誰知道什麼時候會是最高點 什麼時候會是最低點 連股神都不知道 對 連股神都不曉得 但是你可以先賣一部分 比如說賣三分之一或賣一半 有部分先落貸為安 你這樣會比較安心一點 你拿到那個現金 等到如果股市有再跌下來 或基金有再跌下來的時候 你再加碼去擠 可是至少你先賺了一部分 那萬一到時候碰到行情下跌的時候 你有一部分先逃了 可是你留一些 如果之後行情還是繼續往上漲 至少你還有一部分 可以賺以後的錢 這樣你會比較安心一點 如果你買的是這個前景很好 比如說剛剛佳哥講的5G AI這些科技類 我會覺得說你可以繼續報 因為畢竟現在我們看過 我跟白姐最近也參加了很多 什麼2021的投資展望 大家一致的看法 都認為科技類股今年還是會漲 所以你如果之前買的是 跟科技相關類股 或者是持有科技類股 比較多的基金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就暫時先放著 因為它的今年的展望 趨勢都還算是不錯 看它成立以來 你其實從這20檔基金 你可以發現有些規論 成長性好的東西一定要買 大中華 印度 這些都是非常有成長性的 像美國也不錯 因為美國永遠是世界的龍頭 資本市場的全球股票 就以它四位 所以它好 全世界好 所以你美股也一定絕對不能 拋棄它 OK 所以我們在這二個目的 停用都化 這三個目的 就是你 在這三個目的 也是 未來的 我會有 你看它 你們 みたい 順